实力拒绝走后门,扑北帅于4000万拿下亲儿子赛季20球接班科斯塔西甲联赛将会在本周末继续进行,上赛季的西甲亚军马德里竞技队将会在北京时间9月2日凌晨0点30分,前往客场挑战塞尔塔。 在这个夏天,马德里竞技队难得,展现了自己的资金实力,先后引进了勒马尔、马丁斯以及卡里尼奇等球星,其中勒马尔一人的转会费,就达到了7000万欧元。 显然,马德里竞技不甘于堂倒,在黄马和巴萨的阴影底下,近些年来开始腾飞的马竞希望能够,在西蒙尼的手下获得更多的冠军,阵容略显薄弱的马竞知道唯有影员才能不断壮大实力。 在引进了以上三位球员以后,马竞并不打算停止自己花钱的步伐,他们很可能还有大动作。 日前,据西班牙媒体足球先生报道,马竞希望能在西蒙尼的志向向欧冠冠军发气冲击,前两次他们都输给了黄马,仔细打量马竞的阵容,都是非常实用的球员,但是阵容厚度相对来说确实不足,马竞主教练开始将目光转移到了自己的亲生儿子身上,他希望能够尽快引进小西蒙尼,完成他上阵父子兵的梦想。 目前小西蒙尼在一甲的佛罗伦萨校里,年轻的他已经开始凭借自己的表现被各大豪门所熟知,而他自称自己最爱的俱乐部正是马竞,现在,马竞准备向他抛出橄榄枝,而且是他凭借自己的表现换来的橄榄枝。 乔瓦尼·西蒙尼·西蒙尼·西蒙尼·阿根廷前国角迭戈·西蒙尼的儿子,10年23岁,现效力于一甲佛罗伦萨俱乐部,他是在2016-2017赛季正式登陆一甲,效力于热纳亚俱乐部。 当季,他在36场比赛,中贡献13球2助攻,随即就被佛罗伦萨看中,以1500万欧元的价格加盟豪门佛罗伦萨,随后,他在2017-2018赛季中的表现,相对于前一个赛季更加出色了。 共打入15球并助攻5次,赛季贡献20球,正是凭借这样的表现,他才彻底打动了他老爸西蒙尼,如今他距离前往他最爱的俱乐部马静,只差一步之遥,据足球先生报道,马静准备了4000万欧元,准备在冬天或者下个夏天拿下小西蒙尼,效力一个赛季以后,身价立刻暴涨了2.67倍,不可谓没有潜力, 马静准备拿下他还处于另外一个考虑,球队主力前锋科斯塔即将年满30岁,这可能会是他状态的一个本水岭,提前做准备签下他的替补是必不可少的,不然可能就会和黄马失去C罗一样,到处碰壁,不得不说,小西蒙尼在现在效力于各大俱乐部的民宿后代中,算是非常强的存在了,好像没有哪位球员的年轻小孩能强过他, 所谓虎不无犬子,不无道理